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迎游来到狂衣秀节目 狂衣秀的成立宗旨 是给大家一个疯狂的医疗故事 最劲爆的医疗尝试 对于女的疑难杂症 给你一个最奇迹式的治疗方式 我们今天就开始以下的节目 我们今天跟各位讲的是一个神奇的阿嬷故事 我们的题目叫做 一个80岁的阿嬷拉了半年的肚子 你绝对想不到是什么原因 我们家隔壁住了一个80几岁的阿嬷 刚开始这个阿嬷 只是稍微在胸前皮肤上有点小红肿 去诊所看了医生擦过药 没有好 慢慢的这个小红肿变成 全身从手到脚 很多的节节 再去看医生还是没好 逐渐的这个小节节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溃疡 而且非常的痒 这个阿嬷非常的乖 他连续看了半年的医生 在诊所看了半年的医生 看到医生都摇头 这个是什么病 怎么一直他都不会好 吃药也不会好 打针也不会好 后来阿嬷终于跑到两个医学中心 第一个医学中心给他做了病理切片 告诉他 你是黎菌感染 我们开始用黎菌的药治疗 查了黎菌的药治疗以后 好了没几天 又开始复发 于是他又跑到第二个医学中心 医学中心跟他说 你这是细菌感染加黎菌感染 又给他用了一大堆药 结果阿嬷还是没好 这个阿嬷就断断续续在医学中心及诊所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有一天在路上遇到我 他说张医师 我这个病很久了 已经半年了 看都看不好了不知道要怎么 我跟他介绍 你到我的老师那边去 在新北市某一个医院 一个皮肤病理学的教授 我这个老师曾经在美国 研究皮肤病理非常多年 后来回到我们的医学中心 后来阿嬷去看了以后 几次只有两次 终于找这个病 慢慢的复原了 我的老师用了什么方式 他来告诉我 阿嬷说 张医师我跟你说 那位医生叫我擦了一种药膏 加贴人工皮 就好了 说实在的 我也觉得很神奇 这个阿嬷竟然这样就好了 或许这个阿嬷以前用的方式不对 或许他看了医生 没有抓到病症 那么这故事就完了吗 不是这样的 从此 虽然皮肤的病灶好了 可是阿嬷开始拉肚子 拉了半年 都没有好 他每次跟他的儿子讲 哎呀我这个实在是受不了 他儿子说 啊怎么会这样子 没有人理他 后来阿嬷又受不了 跑来问我 张医师 啊我这个拉肚子 怎么都一直没好 阿嬷拉了半年 都没有好 是为什么呢 想知道为什么 继续开下去就知道了 记得替我们按赞 订阅 加分享 小铃铛打开